郑友生的票是你给的吧 是 我当我有事我去不了 所以我就把票给 想去和能去的人呗 怎么了 你不愿意啊 不是 我有的时候啊 我特别 卓文无透 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 什么叫我心里怎么想 我什么意思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真喜欢公平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话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 我这样跟你解释吧 我是一个天生的棋手 我喜欢跟一个技术 比我高的人下棋 只有这样的话 我的技术才会进步 如果这个人 他既不会下棋 他仅仅是凭好运气 他坐到了桌前 我即使让他一半的子 我赢了他 我都觉得索然无畏 你感觉那么好呀 你觉得张永生 不配跟你下棋 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张永生 他不配和我下棋 可能 可能我的表达不太准确 表达得很准确呀 阿姨还在休息 那声小声点行不行 这小子还真能说啊 这台上台下就是不一样 我又得还一台装子 是啊 你们怎么能恕这样的人当英雄呢 太不严肃了 真是不严肃 你以为我们是个稻草人 说教是名呢 不是那你说他有什么英雄的表现 你听我给讲讲啊 这第一 他帮助我们追回了骗的钱 第二呢 又救下的是施筑青年 这两个多大的功劳啊 不是那是公民应尽的本分啊 再说了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几犯罪 他这是引狼入室 这你说就不对了 这施浓了早晚要紧 是吧 这只是把一起可能升级的犯罪呢 扼杀在摇篮里 而且呢 又挽救了一个 可能能教育好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生命 要是悲剧真的发生了 你就不那么想 是吧 我看这小子就是命好 稀里糊涂就成了英雄了 这我同意 可这需要一个人的优秀人格品质和综合素质 您说对不对 不是我夸他 你女婿啊 真的不错 我很喜欢他 英雄是什么 英雄就是 平凡人在关键的时候呢 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每个人呢 都能成为英雄 我们说他呢 也是希望把每个市民心里潜在的这些积极因素呢 全部调动起来 这样是不是就和谐了 是 那行了 那既然他现在升红火火的好了 那我就回去了 对了 你说刚才他哪儿还要死要活的呢 现在是欢梦玩跳的 他是不是有欺骗的嫌疑 刚才跑了五千米 那是正常反应 现在呢 可能缓过来 就算他优秀 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优秀 那没用 他是你女儿喜欢那种人 这种事情 一票全员通过 剩下的全是非票 你那是没见过更好的 好 希望张永生 别辜负你们给他的这些荣誉 好 再见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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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出去呢跟上台差不多 几来是自安职 有时候能换个角度看人 挺有意思 我不感兴趣 狗红 你听清楚了 我的生活跟你无关了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我生活里面 好不好 小黄 我真的不明白 我给张永生票 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能够跟你一块去给叔叔加油 你说我到底我做错什么了 我不想再跟你解释这些事了 你不要再问我了好不好 咱们别再以这些话题为主了 行不行 我告诉你耿红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可我对你的爱是无恙无悔的 是无恙无悔的 狗红 狗红 你别走 我还没说完呢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 因为我不想听 你必须听 好的 你说吧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管我叫英雄 包括后台有人跟我叫英雄 我担不起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不光是赵警官 还有消防队的朋友们 还有赵警官其他的同事 很多很多人 把这件事情促成了 所以实际上在这里 我首先要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谢谢你们 是因为 我们就是来的这个 林准 林准你快过来快过来 你是不是上电视了 挺可怜的孩子 他虽然办错了事 但是我还是坚持那句话 他本质不是什么坏人 帅 没你帅 行了吧 你二姐还真是没看错人 没准这张老师 女孩还真挺有发展的呢 有什么发展 他那就是狗屎运 什么能呢 他现在能怎么着啊 那 那 那你还不赶紧看看 会不会有点什么奖金什么的 万一要是给个十几万奖金 那你们家不就同意了吗 我看呀 这会儿你二姐 更得死心塌地地 跟着张永生了 你别跟着瞎诈话 脑子里全是钱 本来就是嘛 别让你妈救 你们家还挺认钱的 我不跟你说 接着看张永生 太能白虎 好样的啊 郑总说 我怕你台上晕倒呢 现在救护车 还在里面等着你呢 吓死我了 我刚才都忘团了 你看着了吗 真没有 我们刚才吃西瓜来着 现在把西瓜都吃完了 我回来了 吃西瓜 吃西瓜 这可是你岳父 把自己那份省下来 留给你的啊 好 您吃块西瓜 不是 你白虎咳了 你吃吧 这是赵警官给你留的 那那这样 咱俩一人一块 一块吃 在这呢 来来来 快 您说呢 三年万年不要了 李伟公安局正向警力 听说您现在也正在创业 各方面出在紧张的 阶段阶段 那您为什么还要拒绝这钱呢 这个 我有点乱 这个钱我拿着也没什么用 他们以前帮了我好多忙 我给他们就买点水 也不干点别的 应该应分的事 然后 我觉得我刚才在台上 说了不少话 其实都不是我最真心想说的 那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我想说说我的软件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 已经是经过了很深入的 很周密的一个市场的调研 有非常可靠的这个数据作为依据 现在呢是万事俱备 只欠这个一个十万块钱的 这么一个前期的一个投资的这个 这个经费 如果说这个哪个有事之事 帮我落实了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资金 我们一起来做事情 这个事情很快就会成功 然后弄到财富之后 我们去回归社会 你相信自己能成功吗 相不相信也必须成功吗 有我爱的人也有爱我的人吧 那谁是你最爱的人呢 家人 我妈妈 我弟弟 我太太 还有我太太的所有的亲人 我们家亲人可多了 那个 这儿就有一位 林古威先生 张永生的岳父 不是 我不是 你想说 那个 我给你透露一个内幕啊 刚才那个张永生的陪他岳父 跑了五千米 对 这个运动呢 虽然是他岳父单位系统的 那个张永生超过了四岳父 但是得第一呢 还是他岳父 是吗 我们也了解到 您的女婿是刚从急救室到讲台的 是吗 不是 是 不是 他问我是不是 从那个医院过来了吗 你忘了 是吧 忘了 对 是 您能说一下您的女婿吗 不是 这 这没什么可说的 不是 这一公民都应该做的 刚才有关领导也讲到 这正是表彰张永生的意义所在 您能谈一下 他在您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 他 我 我不了解 您为您的女儿感到骄傲吗 不是 不是 我一到这种场合 我就不行 我摆我不了 我不想他能摆我 是 是 不是 我实在 我 对 对 不行 那个 我岳父就是 他很低调 他不适应这种场合 其实在家里边 我岳父最照顾我 他最了解 你看这个 这个西瓜是 刚才我从医院回来之后 要上台嘛 然后我岳父给我买的 买了一整个 刚才都让我也吃了 行行行行 他知道我爱吃西瓜 比较了解我 反正如果你们这个平台 要是咱们全市的老百姓都能看见 我正好也想借这个机会 对我太太说两句 小欢 我在等你回家 你已经很久都没回家了 我在这等你回家 那个 我们一会儿还有个谈话会 请大家专业时间 不不不 我还有最后的几句话要说 希望有事知识尽快找到我 我的电话是15541740211 有事知识尽快找到我 谢谢 别说了 再说成反战给平了 跟你妈是这样的像吧 对 照什么 照什么 照身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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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照什么 照身你 跪下 你说这证怎么回事儿啊 电话也不接 还没醒 没事儿 放心吧 这跑步啊 死不了人 那倒也是 你怎么 气愁了 人哪 记住了 就是千万别对别人抱有太大希望 那你怎么打算啊 见解了再说吧 其实现在 这费老板又要把店给卖了 这张儿肠子都给毁清了 好好的叫他回来干什么 这下好 我说这话不知道你信不信 肯定这费老板刚把这个店 给到张又生的时候 就开始后悔了 真的 这不现在正好吗 有个机会能叫回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不是您资格说要请我吃饭吗 改日 要不然我请您什么 咱现在 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很有希望了 不是啊 我就是觉得我刚才上台上的挺有希望的 因为就这么一会儿 我这手机又是短信又是电话的 都是跟我谈项目的事 好多呢 我是觉得就是以前没时间 也没这个机会 现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了 我这个项目一定能谈成 所以我看着希望了 我就挺高兴的 说实在的 本来呢 我对你的印象有所转变 是好点了 可是刚才你那一下子 你那些好的印象就听完了 我相信 全体警察组织 以及全市人民 也是对你失望 也 失望也不耽误吃饭 咱们吃个饭 您就能消消气了 您说呢 你看您饿了 咱就近那儿长毛 你又想什么呢 我可跟你说啊 我妈让我问你呢 在什么时候一块儿回霸一圈 我去看看我妈 我也去 我想自己去 别准了 咱们一起去吧 去看看你爸你妈 不是 阿姨 那个 我爸妈晚上约了 约了张友生谈谈 谈什么呀 你爸刚才跟张友生 还在电视里一块照相 俩人还靠着一块笑呢 那是张友生脸皮厚 我爸没躲开 林准 我看那个张友生 他就不错 最起码比牛三亮强 人家爱笑 有文化 有修养 还热情 我看见他呀 就觉得亲切 我觉得也是 要跟你说啊 人家二姐看上的人 肯定错不了 就是 林准 你脑子又错地方了 那你二姐喜欢张友生呢 就像小姐喜欢你一样 我要现在让小杰忘了你 他能听我的吗 要不是小杰成天想着你 我和你叔叔 才不受你这份罪 妈 林准 你脑子要是清楚啊 你就应该好好的想象 你和小杰的婚事 不是什么张友生 你老拿着张友生的事 当借口 就是不想结婚 我可告诉你啊 你爸妈可是向我保证过的 可望 反正 你爸妈已经跟我们说了 只要一回家 咱俩的婚事就马上办了 男子和大丈夫 先立业再成家 冰准 你到底什么意思你 你老看我干什么 我是觉得您都吃三碗了 我从早晨起来到现在 我就喝了一碗粥 我跑了五千米 我刚才看见你了 上台之前你也吃了三碗 还吃好一些西瓜呢 岳父 有事说事 别带钱到您帽 那总得有个称呼吧 那不是显得礼貌吗 那您也不能让我 叫您叔 那不合适 叫大伯 那肯定不合适 叫爸您不是更毛吗 叫老林就行 老林 那我要不还叫岳父 你接受 其实您没必要这么恨我 您说今儿石阳有一半的人 都已经知道咱俩什么关系了 您就算不认我 就算您看不上 我也没必要把我 背到地上不可不说 你是不是觉得 跟我跑了五千米 又跟我照了相 上了电视上了报纸 你就觉得咱俩的关系 已经成立了是不是 不是 爸 那个 岳父 就是 咱俩这个关系 不是说 今天通过这些媒介 咱俩才成立的 咱俩这个关系 可是从我跟林欢 进了民政局 盖了车灯了记 那一刻就成立的 就是您不知道 不是 我跟你说 你胆太大 你当着摄像机 当着任多记者 你就给自己做广告 我就算胆大一点 我就算人压了黄线了 咱不是没穿红灯吗 妈 你醒了 怎么没叫我一声呢 来 喝口水 还行 不烫 你说 咱们家那房子 让不让给你 我家住吗 妈 你就别想这事了 怎么能不想呢 这目前是我们家 头等大事 能不想吗 哦 对了 还有林准 绝不能上郎家 去当上门女婿 只要我活着 绝对不允许 不允许 妈 您呢 以后有什么话 别憋在心里边 都说出来 你跟我爸 多交流交流 憋在心里边 多难受啊 是不是 对 难过没用 你爸都说了 你爸说 要拿得起 放得下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 爸 你放心啊 我会陪着您的 你陪着我呀 你都被人拐骗走了 拐你的人 就是张永生 你爸和我说了 我们俩要去捕耳 要把他给抓起来 妈 谁拐我了 我这不在这呢吗 没别人 是吧 没别人就好 小环 你放心啊 爸爸妈妈永远都保护你 放心 好 妈 对不起啊 是我不好 不想让你操心的 可是你也得理解我 我真的喜欢 张永生 你别信了 那耿红呢 跟红怎么办呢 跟红哥怎么办呢 对不起 你去把拉锁拉上 也没有安冒了 嗨 您怎么今儿累着了 您说您啊 怎么跟一老小孩似的 您好吗 要是吃吃饭生什么气生气 您说以前吧 我还挺怕您的 就您这一撂脾气 我还真不怕您了 不过这儿也挺好的 这儿比饭店好多了 那空气也好 地方也大 这心情也跟着好 是吧叶夫 想别废话 你说你今天是怎么想的吧 想 反正我想的我都做了 想成功呗 怎么成功 就是 开拓自己的事业 就是创业呗 以前是 一直找不着创业的方向 后来找着创业的方向了 又没有一个创业的机会 今天好 您是给了我机会 给了我平台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朝着这个方向 又迈进了成功的一大步 所以我觉得今儿挺成功的 我跟你说 在那种场合你发广告不好 你有能力爆发 你也不能在那时候爆发啊 您甭管我在何时何地爆发 总之一定能见成果 不信您走着瞧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 就爆发归爆发 但是不犯法 不是吗 但是你违规了 本来人家准备给你个优惠政策 让你创业了 结果你来这么一下子 好印象全没了 机遇也没了 岳父 机遇是要靠人主动去争取的 不择手段 就算不择手段 也有您一份功劳 是吗 您您少来啊 这事跟我没关系 怎么就没关系了呢 这不都是您给我逼的吗 我怎么逼你了 岳父 是您一次又一次 把我媳妇给我带走了吧 您知道小欢不在我身边 我这创业创业多难吗 我还得每天忍着不去想她 不去惦着她 她每天也得惦着我 这我都知道 我得把这些所有的杂念 全都抛出掉了 我才能创这个业 对不对 我真的很难 是 我承认 我配不上小欢 我基础差 笔子薄 要是人创业不了的话 别说自个儿养家糊口 您就肯定是绝对不会 再把小欢带回来 您说这不是 您给我的压力 是什么呀 杨老板 你好你好 你好 贝先生 你今天约我来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要反悔啊 张永生呢 他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 对啊 我们俩是天天在一起的 他现在可能是累了 别向这里骗人了 干我们这一行 最忌讳的就是假冒 你不相信我是吧 那我跟你说 我就是张永生的老板 我给他打一电话 你 你他 你跟他说 你看看他怎么评价我的 你确定他会听你的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那他 这关机了 他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 对 我们俩是经常在一起 就今天没在一起 那个 我训斥他来着 我骂他 我总骂他 你知道吗 我今天呢 是他第二天当老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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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脾气了啊 不过你放心啊 他一定会听我的 这话听起来还有点可信多 那你看 我跟你说啊 不相信我的人都是近视 别看你是美女 你要不相信我 你也是近视 相信你我就近视了 所以你就陪了我 跑了五千米 然后到电视上拉投资 我刚刚跟您说的一大多路啊 都是真话 都是实情 我是没有敢 谭天公为基友 我是实事求是面对自己 也是实事求是面对小欢 实事求是面对事业 更是实事求是面对您 我三十了 摘而立了 可是我什么时候 才能让你们老林家人都认我 我真的着急 所以我今儿就 脑子一热 跑上去了 因为我是觉得 你也知道我这条件 或者说你也一直看不上的 就是我这个条件 你说我这条件吧 我中规中矩的 我按部就班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太难了 当然我不是说我要杀人放火的 我要犯罪的 可是我总归是这有点超长的办法 所以我今儿才 自己带球去射的门 进了吗 那不带怎么知道能不能进呢 不努力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呢 反正不努力肯定会失败 机会多吗 手机都快打爆了 撒谎 撒谎呢 又撒谎呢 手机半点你 连想都没想 我没撒谎真的 没骗您吗 说你为什么关了 你等的不是就是他们 但是您最重要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您更重要 我 因你投资 发达还重要 对 您能承认我跟小欢 什么时候您承认 我什么时候这心里边就能干干净净 轻轻松松来干我这些事 可是哪怕有一天您不承认了 我这心里边永远堵着一块城堂 就这手机 您别说它打爆了 我就再买十台手机打爆了 我还是没心思干我的事 就是因为您不承认我跟小欢 咱开个玩笑啊 就是您不承认也没关系 您前脚不承认 我后脚就带着花跑了 你不承认我 你不承认我 我没别的选择 那还得看小欢是怎么选择的 小欢终究会选择您和家庭 但那是以后的事 就目前而言 小欢只能也必须选择我 而且她是自愿的 咱再开就玩笑 其实啊 现在不是小欢来做选择 也不是我来做 说了归期得您做 就得看 是您愿意说多个儿子啊 还是丢个闺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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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嗨 要钱肯定快 现在像我这样 有可能给你投钱的有几家 这肯定是好几家 但是我今天早上手机一打开 我看着您的名字了 就一刻也没耽误 先跑到您这来了 我现在只是想好好研究一下 你这个软件 希望你能够 在短时间内 尽快地把这个软件改进完成 这也是我自己的希望 不过 在我做出最后决断之前 还是不能给你投钱 我自己用了一下你这个软件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在我们有可能进行下一步之前 我会把它交给我的开发团队 到时候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李经理 您是专业呀 您这上面提的所有的问题 我都想到了 但是一直困惑着我 没有解决方案 现在您不但提出来了 而且您还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的方向 太好了 谢谢 这样 我还有点事情 等稍后我把这个文件发到你的邮箱里面 回去看 好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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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撤了 那我就期待再见 谁写了 不是 我的字比这好看多了 费老板啊 费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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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想法啊 别的想法当没有 我就是忽然发现您这腿怎么跟我让呢 差不多好了 身体好 素质好 你好了 垫了 要不您再把腿给我敲舌了 哈哈哈哈 敲舌也没事 这架子要拆不了 能做好几副拐账吗 那咱俩更成卖拐的 哎呦 架子也白搭喽 钱算了吧 是不是费老板要不写这俩字 这架子你还手不得给我用呢 生意就没得他们做了 不过你姐正式跟你谈了 我以前就听听你正式的想法 其实咱现在说的想法还有意义 怎么没意义 要不是贴这俩字我还不问你呢 为什么 你不可能因为贴出这两个字你就不活了 哎 大姐夫这话还就让你给说着了 是吧 我就觉得你这和饭白菜也不可能说一直卖不好 没错 就跟我这事我想做我肯定能把它做成了 哎 哎 今天见到老泰山了 哎 怎么样 哦 我们俩一块跑到终点了 我们俩还一块照了相 嗯 还一块吃了饭 哎 这是不是画时代的开始 嗯 跟着一进这门就画一盆冷水 哎 李准 哎你等等我呀 不是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我不是让你去陪你妈去吗 我跟你去看你爸妈呀 我什么时候去看我爸妈了 那你去干什么呀 去找牛三亮 他不是要投资吗 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 不是 你还真打算在石阳投资啊 那石阳怎么了挺好的 你看这空气 这儿啊人多机会也多啊 你放心 我用我自己的钱 还要跟你妈说 那训我都训成习惯了 我妈怎么训你了 那本来就是 我和我妈你说来石阳 是来找你商量婚礼的事 你一会儿是张有生 一会儿又是牛三亮 你什么时候想过 咱们俩婚礼的事啊 再说了 你来石阳投资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就几千块钱那也是希望 我用我自己的钱投资 没用你们家钱 行了 要不 要不这样吧 你呢 就收我们家的货卖 这样的话呢 你不用花本钱 还能做生意 卖海鲜啊 一天到晚 净是你们家身上的海鲜味 我口干 谁让你干了 让牛三亮去干呀 我把他给你撕喽 我真撕了啊 撕了啊 他干什么呢 反了你了啊 我说我血力大点大 你别跟我废话 这是你要撕的 还是那个大勇要撕的 是我起义的 他拍的玩 我说天子你还挺横 大勇呢 在内宅 哎呦内宅 你给我 行了 妈 别别别别 叫你妈抱着 抱着她干什么 你妈就喜欢抱着她 抱着她 你看她没什么大事 她就是了 什么事都往坏处想 让张永生这么一下 你就吓着了 妈 我哪都不去了 我就陪着您啊 这哪哪行啊 那三辆谁管啊 那这有小关呢 没事啊 是啊姐 你还是回去照顾姐夫吧 妈这边你不用担心 妈没好 我哪都不去 咱俩先把妈服务去歇一会吧 好吧 对对 妈 咱们把这枕头进屋写着啊 走吧 来 来 慢点 来 哎呦 哎呀 慢点啊 张昊昌 给我们爸带出去 出来 张昊昌 来 真睡假睡 起来 去去去去去 哎呦 再帅 去去去去 靠边 你点 进来 哎 你给我挤来 你 是 许 许花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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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别走 张昊昌 我正式通知你啊 这个店我卖了 我已经跟杨老板躺好了 以后呢 你还在这儿继续上班 你不用卖电脑修电脑 你卖珠宝 以后每天上班啊 穿西装 打领带 这个全由杨老板提供 这就是工作服 就是说 你把我跟这个店 一并卖给杨老板了 姐 妈 你就放心 回去你就好好照顾姐夫就行 爸妈云轩说 今天晚上要跟张永生正式摊牌 我估计 这一时也顾不上了吧 你别说 大勇这一跑还真管人 今天上完电视回来 爸一个字都没提他 上什么电视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大勇今天被公安系统表彰来着 爸当时跟他在一起了 不会吧 真的 耿红跟我一起看见的 嗯 耿红来了 嗯 哎 耿红这事你心里到底怎么想 你跟姐说个实话 快 姐好帮你啊 你说实话 你别帮了 耿红以后不会再来 为什么呀 这不妈现在这样吗 我有点着急 然后今天她来找我 我就跟她说了一些狠话 嗯 估计她现在一定很疯了 不这样也好 死心了 妈这儿你费心了 哎 行 我去 嗯 想不到了 我自己都想不到 嘿 我这一出手 全办团了 我都想不到 我谈了一个什么样的合同给你 那老板还问呢 他结没结婚 我想都没想 没有 没见 怎么着 复活啊 差不多那意思吧 老贝啊 咱借也不说话 赶紧出来 哎 有什么不能当着我的呀 哎 你跟我们对不起啊 哎 我给给给告状你 哎 大姐走了 哎 爸 我今天 在电视上看见你和大勇了 看见了吧 哎 我在电视那形象还行吧 大勇肯定不行 长得那尖嘴猴腮的 我看上天是好看不了 哎呀 不过这小子心眼是太多了 啊 脸皮也厚啊 你呀 骗你骗子一愣一愣 真是 那人家公安局都能公开表彰的人 应该不是什么坏人吗 那是他感人了 凡是有正义感的人 遇到这事都会这么办 不要被这种假象所蒙蔽了 那 他陪您跑晕了 这事是真的吧 那他活该 我远远没逼着他跑 活该 爸 嗯 那你们跑步的时候都说什么的呀 哎呀 就听他一人说了 啊 你说那在那种场合啊 他让我承认他是咱们家的女婿 那可能吗 这不是笑话吗 那然后呢 然后他就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 给自己做广告 等人家给送钱来呢 人家都傻子啊 想的那太简单了 就是有人给送钱 那也是对英雄的一种敬意 哎 你说这小子怎么突然间就成了英雄了 哎 我可是听说人大勇没要那个奖金 所以我说他心眼多吗 那都是他精心设计的 我跟你说 人警察要知道他这样啊 绝不会再恕他 那么好得处理他 哎呀 你怎么处理啊 来把他抓起来啊 大勇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有本事他就不会干这事 我是挺相信大勇这个人的 我觉得他挺有才的 要不然咱俩打一赌 打赌就打赌 怎么着 赌什么的呀 你说赌上 赌他就赌那个 你承认他是你女婿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你也是跟张永生学的 不赌了 不上套 不敢 把碗给我刷上去 嗯 刷碗 哎 哎 哎 你干什么呀你 不你看了吗 我 我 谢谢观看